6月16号上午,广西招生考试院开展高考评券开放日活动 来自南宁市的部分考生、家长代表和十余家新闻媒体记者 应邀参观广西2019年高考评券点 记者在现场看到,评券场所大楼被警戒线包围 并派有专人职守,无关人员不准入内 随后,代表们依次参观评券入场安检专用通道 评券教室、评券监控室等 今年广西在高考评券工作中通过人脸识别的身份验证技术 进一步强化评券工作人员管理 引入智能评分技术加强评券的质量监控 同时通过严格评券场所管理 精准高效扫描试券、严格实行双评制度 严格评券工作复查、严格评券监控等多项有利措施 确保高考评券、公平、安全、科学、准确规范 智能评券我们主要是用于两个领域 第一个就是空白券 我们对这个空白券主要是减少物评的、漏评的环节 第二个领域主要是在英语作文和语文作文 就是对后作或者是抄袭、题杆内容相关的作文进行一个识别 我们这个每道题基本上都是双评 这是发给不同的老师来评券 如果评券出现误差的时候呢 就提交给题组长来进行仲裁 这是叫第一级监控 第二级监控呢 我们每个学科还有个学科组进行监控 学科组这个监控以后还有问题 那我们评券点还有个监控 叫三级监控 监控的话呢 每天随时都在进行 就是由题组长到学科到评券点 我们都随时在抽查 据了解 广西高考评券工作预计于6月22号左右完成 6月23号将对考生开放高考成绩查询通道 并公布今年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届时考生可查询相关信息 今年广西高考同考考生近36万人 比去年增加3.5万人